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不到 对 现在已经快七点了 何时回来 阿珊 你不如打个电话问他 老公 你回到哪儿了 我们今晚煮了很多你喜欢吃的菜 还在家等你 今天我不回来吃饭了 公司在酒店为我洗残 吃完饭后还要接手工作的东西 你们先吃吧 哦 你妈 沙 何时回来 她说不回 来 我来吃吧 不要来的 来 吃吧 吃吧 老公 你回来过几星期 为什么还不回家 你呀 连我们的周年纪念你都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说过的 你一世都不会不记得的 我们只是在结婚的第二年里面 慶祝了一次 那时候 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 我的 之后 你就要去美国深造了 这十五年来 我挨生挨死 都是想等你回来 但现在你回来了 就连家门都不入 那你和美国有什么区别 是 今在此奢 却远在天边 哎呀 这又是 回廣州好几天了 你家里还没回过 不行 我要和他多命聊 他醒醒醒 媽媽, 讓我來, 你坐吧 老公 你的手怎麼了? 你一回來, 我的手就沒事了 剛才你在電話裡說 在洗手間跌倒了手 媽媽, 我想見你 我不騙你, 你要回來嗎? 老公, 你今晚是不是在這裡吃飯? 媽媽, 我現在很忙 電腦要進去充滿了, 有多少錢 兒子, 你做完你的事 你就來我的房間裡 我有來跟你聊 是嗎? 媽媽, 甚麼事? 你已經回來一兩個星期了 你為何不回家看? 媽媽, 你不知道 我剛接受了一個新部門 上上下有很多事, 真的沒時間 你有沒有考慮過你老婆和兒子的感受 你看這十五年來 阿珊為了支持你出國工作學習 已經獨立支撐你的家 很艱難 兒子, 你今晚就別走, 好嗎? 媽媽, 我知道我欠阿珊很多 媽媽, 我公司有點急事 我要趕快回去 媽媽, 我回來了 兒子, 回來了? 快點放下這個書包, 出來洗手吃飯 快點放下這個書包, 出來洗手吃飯 快點放下這個書包, 出來洗手吃飯 有部電腦嗎? 媽媽, 媽媽, 你過來看看 甚麼事?這個大夫小叫 爸爸回來過 是 他的電腦, 你自己看看 來, 吹風, 走不去跟著, 來, 來, 來 來, 抓婆子又弄了 姚比山發現老公在網絡上和一個女人有曖昧往來 兩人彼此互稱老婆老公 這讓她是又驚又怒又怕 整晚都魂不守舍 滿腦子都是老公與其他女人親熱的畫面 老公不回家, 真的外面有了別的人? 姚比山為了弄清楚老公與那個女人的真實關係 加了對方的QQ 她發現對方是搞出國留學培訓的 於是她就假借想扮兒子出國與對方聊天 對方絲毫沒有察覺她的意思 竟和她聊得十分投緣 兩人迅速成為了朋友, 並且相約見面 請問是否安妮小姐? 是山姐, 你好, 請坐 這位是我老公, 敏子 是剛從美國回來的 謝謝 我經常聽起安妮說起你的 我突然想起我公司還有個會要開 我先回去 不用理他, 我們是聊我們的 你看起來, 比實際零零年年輕很多 你和她剛結婚嗎? 我和她是在華人活動中認識的 三年前我回來了中國發展 她回來跟我結婚 之後她還特意調回廣州分公司來做事 你們現在住在哪裡? 我們在附近小區買了一堂屋 不好意思, 就故意和你聊天 都忘了幫你點飲 你還喝點, 你還喝點甚麼? 水可以了 你為甚麼會認識她? 我們離婚吧 我這麼多年的付出 和感情 難道就是換來你這一張離婚協議? 三年前, 你已經騙了和她結婚 難怪, 你三年都沒有回過家 是我想提出離婚 但是如果我提出離婚的話 我老馬哲肯定不會同意 你知道的, 她不捨得你 那我呢, 就故意不回家 故意不理你 逼著你, 先提出離婚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啊? 離婚之後呢, 房產全部歸你 兒子的扶養權就歸我 兒子是不可以離開我的 我可以放棄一切 但是兒子不可以, 他一定要給我 兒子跟我去美國的話 他可以進最好的學校 接受最優秀的教育 你都想兒子以後的前途光明 他有出色的嘛 如果兒子去了美國 我豈不是更加見不到他 你呢, 就簽了這份離婚協議書 所以, 我就想辦法交你出國 這樣的話, 你隨時可以見到兒子 你好好考慮一下 兒子, 媽媽這樣做 還是想你可以受到最好的教育 喂? 啊, 老師啊 找過媽媽是嗎? 我打電話給你, 主要是想溝通一下 你兒子最近的學習情況 哦, 阿博他有什麼事啊? 最近他變得很抑鬱 上課注意力都不集中 好像心事重重的樣子 是不是最近受到了什麼刺激啊? 青春期的學生需要更多呵護的 嗯, 好啊 謝謝老師 好啊 我的媽媽為了支持爸爸出國深祖 她獨力保我養大 盡心地孝順爺爺媽媽 十幾年來, 為我們的家 付出了她的青春和全部精靈 我愛媽媽, 也愛我們的家 我的願望, 是希望爸爸和媽媽 永遠和我在一起 十幾年來, 爸爸都是我的精神漏像 我和媽媽都一直養耐著爸爸給我們溫暖和溫泉感 爸爸, 你最近變了 你很久沒回家了 這個家需要你 只有爸爸和媽媽的同事存在 才能夠讓我用這個完整的家 我和媽媽在等著你回來 不行 為了我兒子可以有一個完整的家 可不可以離婚 你看看這個 雲子? 為何是我老公的? 他是你的前夫? 他不是我前夫 他是我從十幾年前到現在的老公 我三年前就跟他結婚了 這到底是甚麼回事? 我想有兩個可能性 要是他用一個假的身份 他欺騙了婚姻登記部門 要是他做了個假證案 要是他做了個假證案 正在喵人登記部門 但無論怎樣說 你們都是用夫妻的身份去同居 所以他是重婚 這是我好能的 不是真的 安妮小姐, 我求你 我求你離開他 我知道這樣你會很難過 但我真的不想我兒子 在一個破碎的家庭裡長大 安妮小姐, 我求你答應我 我求你… 這不是真的, 沒有好能的 我求你了 你說你是擔心 為甚麼要欺騙我的感情 老婆, 我怎會欺騙你的感情 你想想, 在美國的情況下 如果我跟你說我是結婚的人 你還會愛我嗎 那為甚麼要用這些東西來欺騙我 你說叫文靜局那些熟人 幫我們辦結婚證 我今天去婚姻登記處查過 這些證是假的 是你街邊的人幫你做的假證 哎呀, 當時也是你逼我結婚 我才… 快要做個假證頂著當先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想去扮這個離婚 我不是想拖的 只不過是未找到一個適當的機會 和我家人開口 十五年來, 我對她 真是一點感情都沒有 文靜, 我真的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人 拋開了十多年為你付出的妻子 還騙了我 你真實在太多分了 我以後都不會再見到你 你走呀… 老婆, 你不要這樣 走呀… 你聽我說, 我現在已經跟她談 走呀… 走呀… 你真實在聽我說, 老婆 走呀… 你又搞甚麼 你跑去跟Annie說些亂七八糟的事 你是不是要拆散我們才滿意 我這樣做也是為了投家, 為了兒子 我和你已經分開了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 已經沖淡在一起 我和你之間沒有任何感情 難道… 你真的一點都沒有賴念我 十幾年為家的付出 難道… 你真的可以不顧及兒子的感受 兒子現在是青春半夜期 他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 都很需要一個正確的呵護和指導 總之為了兒子 我和你一個完整的家 我不同意離婚 還有, 你現在已經犯了重婚罪了 如果你真的要跟我離婚 我…我告你的 告我? 我告訴你 就算我不離婚, 就算你告我 我永遠都不會回來 我們兩個永遠都不會在一起 我永遠都沒有 阿三, 你做甚麼? 沒事吧? 離婚協議書? 那個臭小子跟你離婚? 這個臭小子, 會國之後 一直都沒有回過女家 現在居然說跟你離婚? 氣死我了 阿三, 你別哭 我一定會跟她聊聊 兒子, 怎麼解釋? 這個是阿三給你的? 不是, 阿三一直都沒有說 是我剛才在房裡發現的 兒子, 你老實跟我說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 難怪你 一天就在外面看, 不回家 你真是甚麼事 媽媽, 既然你知道的話 我就跟你說 我剛剛去到美國沒多久的時候 就因為投資失敗 那時候, 我的情緒很低落 有時候我真的想死 那時候, 阿三又經常打電話來 說家裡的煩事, 我就更加深煩 在我最無助的時候 我就說認識了Annie 她不僅不嫌棄我 還拿一大筆錢出來幫我還債 媽媽 我有今時今日全靠Annie 我跟Annie在一起很幸福 阿山那裡, 我已經沒甚麼感情 兒子 我早就跟你說了 你要珍惜你的家庭 珍惜你的老婆 阿婆, 你的功成名就 竟敢拋棄在背後支持你的老婆 你…你真是氣死我了 媽媽, 你別這樣 我知道我對不起阿山 但我對阿山已經沒有任何感情 沒有感情的婚姻 我接受不了媽媽 這個婚, 我始終要來的 媽… 我不管, 如果你真的敢跟她離婚 我就不贏你的老婆 媽媽, 你別這樣 你別這樣 媽媽… 媽媽… 老婆, 放棄你了 阿山, 你們離婚那件事 媽媽, 既然你已經知道了 阿山, 算你媽媽求你吧 媽媽, 你們不能離婚 如果離婚, 你的家就散了 其實本來為了兒子 我也不想跟他離婚 但他今天又來逼我 我的心已經死了 為甚麼會變成這樣 別這樣阿山 都是我們家, 對不起你了 阿熊 你是我這麼多年的朋友 又是做律師的 不如你幫我想想 聽你這麼說 他是長期都使用冷暴力來對你 其實現在高學歷的家庭 出現冷暴力的情況比較多 你們一定要搞到離婚這麼大劑嗎 本來我是寧願吞聲忍氣 都不跟他來的 大家都明白 既然感情已經走到盡頭了 他又這麼決意跟我離婚 我就算再強行去圍起這段 名傳實亡的婚姻 又還有甚麼意義呢 對了, 我想問呢 如果我又想得到兒子有扶養權 但又想有更多的能力 可以令到他受到好的教育 那有甚麼辦法呢 其實你的兒子已經超過十歲了 他是有權利去選擇 跟誰一起生活的 而穩折他涉嫌重婚罪 嗯, 他又有冷暴力了 他是屬於過錯方來的 如果離婚的話 你是可以要求損害賠償 以及多分過一些財產 畢竟我們也夫妻一場 看在兒子和他媽媽份上 我都不想他因為重婚 而為了他這麼多年的努力和前程 唉, 阿虹啊 那如果又不搞到他身敗名業 那我又想爭取多些合理賠償 那有甚麼辦法呢 嗯, 要求他償還這十五年來的家庭勞務費 家庭勞務費? 是啊, 這十幾年來 你任勞任怨 對家庭是付出了勞務的嘛 那你因為主要要照顧小孩和他的父母 而沒有了份工 那沒有了經濟來源 所以你要求這十五年來的家庭勞務費 其實是對你對這個家庭的付出 的一種補償來的 鑰皮山和尹哲這對夫妻的婚姻算是走到盡頭了 那麼接下來鑰皮山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向法院提出要跟尹哲離婚 他有一個訴訟請求 這個請求要對判尹哲對十五年沒有履行的家庭義務 以每天兩小時的工資來支付 那麼十五年來尹哲這工資的總數可以達到兩百多萬元 他希望法院這樣來判 丁律師那現在這個妻子提出這樣的一個訴訟請求 有根據嗎 法律會不會比較勢力的支持他 我們說現有的法律中對於這個家庭勞務的補償 就只有一個婚姻法的四十條的這麼一個明確的規定 這個四十條適用的前提呢 是夫妻雙方的財產制必須是明確約定的 書面約定的歸各自所有 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AA制 只有在AA制的前提下 一方為家庭撫養子女 善養老人以及這個照顧家庭另一方的工作 付出了巨大的這麼一個更多的義務的情況下 對方就要給予他一定的補償 這個AA制是前提條件 我們說在婚內書面約定AA制的家庭 據我們的調查不到3% 絕大多數97%的家庭都是適用我們婚姻法 通常所約定的共同財產制 那麼這條就不能適用 現實我們是怎麼來操作這件事情呢 因為共同財產制 就要把夫妻雙方的共同財產進行平均分配 在這個平均分配中 就已經視同為這個家庭付出更多義務的女方 給予了一定的補償 如果說有特殊情況 確確實實比如老人生病或小孩病比較多 女方付出的更多 那麼我們基於公平公正照顧女方的角度考慮 法院在分割財產的時候 會給予適當的這麼一定補償 多分給弱勢的一方 保證他們的權益 對 沒錯 對 所以我們看似姚碧山是一個弱勢群體 但是我們的社會在進步 時代在進步 法律也在進步 它會有效地通過法律自身的條款 來保護弱勢群體 希望各位有遭遇到類似這個情況的朋友 也要拿起法律武器勇敢地站出來 保護自己的權益 好 看故事變法裡 感謝收看今天的真實故事 明天見 一些行為可能已逾越維持 關注社會生活中的法治盲點 全是百姓行為中的人情誤虛 廣東本土第一檔法治欄目劇 TVS1 真實故事